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在这个全案微博宣传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作为暑机的电影 在各种大片的压力线还是需要大家支持 所以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帮我们宣传 谢谢 我知道吴老师前在录演当中有很多次是潜伏在观众里面去看大家的反应的 这场有没有您想问大家的 比如说您来的哪个梗 观众get到了没有之类的 让他们拍照 这多懂套路 来我们看看大潘这一次是好哥们是吧 对好哥们 智商比较高的 好哥们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确实比较多没点 因为之前都是演的这种比较二的比较傻的 然后这次演这么聪明的 但是他还有点不习惯不适应 傻瓜了 这次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反转 对不对 那今天叫反转人生 我们来问问这个夏宇 你觉得在这一部片子当中 就你个人而言有什么反转吗 演出啊 而且挑战喜剧感受怎么样 挺好的 因为我在里面其实并不是说有很多好笑的点在我身上 但是我还尝试蛮多第一次去尝试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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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 就是除了就是外形上面一些 就是第一次尝试以外 在其他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前女友啊也是第一次当 对 生活里不是第一次来 没有话没有话 大家觉得宋倩这次演的怎么样 好 非常好啊 也看到大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问一下徐克阳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片中 Forever的这个插曲是由徐克阳自己创作 并且自己来演唱的 嗯 对 嗯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的一个历程 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 呃 首先这部电影我觉得 呃 里面跟我的歌词很像 就是 从小人舞 然后一直走到 呃 后面 然后觉得越来越好 然后 跟歌词里面有一些 我的经历吧 还蛮像的 嗯 就是有感而发 会让我们听到这首歌 好的 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 当然最后还是要请我们所有的观众 6月29号 也帮我们发动身旁的这个亲朋好友 一起去看我们的反转人生 绝对让大家不会失望 好不好 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 也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 谢谢 来 那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 既然我们在影片当中 土地婆帮马分斗实现了这么多的愿望 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帮大家来实现一下愿望 好不好 我们现场来抽奖 算是最实在的方式 每个主创直接报多少牌多少号 报到谁就去谁了 好不好 这样我们请大家集体转身吧 这样就不看了 来来来来 每个人报两个 每个人报两个 来请转身 我们从谁先来 谁先来 我先来 最后一个牌是吧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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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千捷 一三 一六好像是没生死 一三 一二 就B六吧 B六 B六是谁 B六 哎呦喊自个的号真有用啊 来 咱喊呢 一三 千捷 一二 A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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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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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阳 还有最后两个机会 最后两个机会 诶导演我们下一个听 直接抽奖吧 感觉这个好像最热 呃 A二 C五 C五 在不在 C五在吗 还是吗 还是 还是太幸运了 这姑娘 呃 B五 A五 OK吗 B五和A五 B五 A五 哇 这个ABC五 好人都好幸运 好的好的好的 请我们所有正常的朋友 在我们红毯区来 临取礼物 大家不要忘记 帮我们多多宣传 反转延伤 好不好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然后请各位主唱先推厂 各位主唱子先推厂 谢谢 谢谢